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幸好没有什么大碍 您免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 回去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走吧 走 走吧 玉金香小姐 头部受到了撞击 有炉内出血的情况 嗯 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还不确定 需要进一步观察才能知道 你忍着点 忍着点 慢点 大夫 你忍着点 可能会有点疼 香妃 忍着点 嗯 忍着点 马上就好了 大夫 你轻一点 大夫 我妈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醒 汪太太 是受到了惊吓 应该明天就会清醒 马上就好了 香妃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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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伤口处理好了 伤口不深 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好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不客气 李隆 你不要太担心了 我没事 我相信汪太太 很快就能醒过来 对不起 飞儿 你确定不疼了吗 没事 放心吧 小姐 你 你怎么受伤了 别大惊小怪的 我没事 小姐 你怎么受伤了 小点声 别让我妈听见 再让她担心 你拿的什么呀 这是给太太煎的药 那你先上去吧 我等会儿再上去 好 好 应该是这里吧 没错 走 走 这条路应该就是 通往书房的路 走 咱们去看看 走 走 怎么转了一圈 又回来了 是不是都会错了呀 那我们再走一圈 走 走 这转了两圈了 怎么又回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应该是这个图有问题 那咱们先回去再说吧 走 先回去 走 梅小姐 妈 你醒了 妈 滚 我今天就感觉 浑身没有力气 梅香妃呢 我已经送她回去了 她这次为了救我 都受了伤了 我得去看看 妈 身体这么虚弱 怎么出得了门呢 妈 她伤得不重 已经看过大夫了 您放心 我呀 就是过意不去 妈 我会替你去看望她的 居然一无所获 真是没用 打 那图肯定有问题 要是让我知道神仙做的 我军饶不了她 嗯 你有什么呢 打 李伦 李伦 你这回可没照顾好我的女儿啊 是 是我的错 您就责备我吧 只不过 这一次真的多亏菲儿挺身而出啊 妈 你和汪老爷聊一会儿 我和汪少爷出去一下 这事儿还没有好 你要去哪儿啊 我出去透透气 没了吧 我也出去了 有什么事我随叫随到 好 去吧 去吧 注意安全 哎 石通 你最近的主要任务 就是配合陈叔 照顾好重要伤员 是 听组织安排 请组织放心 他有什么事情 或者需要什么东西的话 直接来画坊告诉我 好 照顾好他 明白 我没有那么娇气 不过 这待遇还挺好的 你为了救我妈而受伤 我心里呢 一直挺内疚的 汪大少爷 是要开始煽情了吗 菲儿 我 我想永远好好照顾你 好呀 我是说 我想一辈子照顾你 菲儿 我们订婚吧 我要娶你 好 菲儿 其实有你这句话 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妈妈 还有汪姬 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 他们不会太支持我们的 我想得到最圆满的祝福 所以 我们还是等时机成熟一点 好吗 好 好 多有意思啊 你快看 那个好好看 是 易金相小姐 今天 感觉怎么样 头是不是很疼 还有一些眩晕 我的头怎么了 你的头部受到了撞击 你需要好好休息 菲儿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汪梅两家 重归于好 这么有信心 我还会 风风光光地把你取进门 叶子 你的心里 还有没有帝国 还有没有特高科 有没有我 你忘记了 你在你姐姐遗像面前 说了些什么吗 你真该庆幸 你是我的女儿 要不然 我早就亲手干掉你了 我真该杀了你 来 喝药了 慢点啊 好 今天好点了吗 喝完药啊 好好睡一觉 小方啊 一会儿就来给你换药了啊 我出去干点活 好好休息吧啊 好好休息吧啊 小菊 老爷呢 老爷一大早就出去了 说着去厢房了 路易斯 中式早餐 还习惯吗 这个豆腐粥很好喝 路易斯 这个叫豆腐脑 你要是喜欢的话呢 让小菊再给你盛一碗 豆腐的脑子 你先忙你的去吧 你听我说路易斯 这个呀 是豆子做的 好 来 丽伦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 需不需要我停止实验 控住时间来帮助你 现在的事情确实很多 但是实验室的工作 绝对不能停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帮忙的话 就告诉我 我来解决 我的 我可以帮助你照顾汪妈妈 你可以 放心地出去 谢谢 来 路易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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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恢复得还可以 胳膊上的伤 要恢复得慢一点 我今天带了这个过来 好 这些药箱可以帮助你的伤口 恢复得快一点 你闻闻 陈叔 辛苦了 没事 没事 你太让我失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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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火 把梅家的假牙本 给烧出来 现在梅家大宅成为一片废墟 真牙本 已经无处可寻了 你的爸爸 舍不得杀你 但是我 身负着大日本帝国 实现大东亚共荣的责任 如果你现在再做出任何放肆行为的话 我是不会顾及我们之间的前情的 你丢尽了我们平岗家族的脸 让我们抬不起头 你好自为之吧 我对不起天荒 也愧对平岗家族 我教祖五方 每夜子的事 全都是我的责任 哥哥 别为此自责了 在梅家发生大火的那天晚上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一个女子 在梅家大火现场出现 我觉得有问题 找几个人跟踪他几天 这个人叫方锦绣 什么 一切没注意过这个人哪 方锦绣 方向花坊的老板 生意做得一直不错 为人也非常低调 派几个人去监视他 看看有什么发现 好的 为什么你不爱我 我是那么的爱你 为什么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诗集 你可不要误会 我 我可不想欠你什么 多吃点 你根本就不配爱 你这个蛇心心肠的女神 我要为可儿报仇 女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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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订单上着急要的货 我们还是要及时地购买原料 确保按时交货 咱们的诚信不能丢 太太您放心 我都已经确认过了 着火烧毁的原料只有一部分 至于家居方面呢 损失也不大 这些烧毁的原料当中 是用来三大订单做相用的 对方知道咱们煤家失火的时候 纷纷派来人告诉我可以延后一些 但是我认为 煤家的生育必须要保证 所以我重新订购了部分的原料 抓紧时间 如期完成是没有问题的 这场大火 对咱们厢房肯定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段时间你盯紧了 一定要保证咱们柜上的正常运营 另外 重建煤家大宅 你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好的 太太您放心 这账本我先拿走了 好 妈 我身体都好了 不用再喝了 相逢最近怎么样啊 叔叔每天都去相逢 妈放心吧 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一定是忙坏了 没香妃怎么样了 身体恢复了吗 飞儿的身体已经都恢复了 伤口啊也都长好了 梅老板的身体也恢复了很多 妈 方梅两家本来就是一家 关键时刻应该相互扶持 现在是特殊时期了 你应该把以前的芥蒂都放下 我们呀 应该团结在一起 共同渡过难关 不能让别人看笑话吗 是 你说的道理 我都懂 也理解 可是我这心里吧 就是有点不舒服 也不习惯 你说之前两家炒成那样 现在突然又好好说话了 我觉得那个美人娇 她也说不出来 妈 先不说他们了 我们呀 先做好自己 人情就是这样 你一礼相待 也会换得别人的礼貌和尊重 好好好 你说得对 开始教育妈了 妈 那您先休息 有事叫我 嗯 这天天在屋子里憋着呀 浑身都觉得紧得慌 如果太太您觉得身体好些的话 咱们出去走走 算了吧 这外头兵荒马乱的 我看得都头疼 我就是放心不下我们家菲儿 太太 嗯 我有一个主意 嗯 我听说上海 有一些老板跟太太们 都到瑞士去避难 那里没有战争 还受国际法保护呢 真的 嗯 如果您觉得行的话 我再去给您打听打听 主要是 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嗯 等香都安全了些 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这一说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倒是放心不下咱们没记了 没记我就帮您盯着 嗯 不管去哪儿 都得安全呀 没有战争就没有风险了 我想想 嗯 帮我收起来 哦 给我拿一个盒子 呃装什么 什么都不装 盒子就行 哦 您再看看这边 老板 好 这边还有 老板 拿一个空盒子干什么 啊 我回头告诉你们了 哦 哦 你慢慢看 老板这儿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包子 上次包子 来看啊 看不然有包子 看怎么样 没小姐好啊 哦 马管家 马市长让我送订单来了 带问梅老板好 只要我们努力 梅记相防 就一定会强大起来 不用叛负什么权贵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没小姐 收下吧 你看 现在梅记正是困难的时候 马市长也是一番好意嘛 收下吧 啊 好吧 那就请马管家 替我传达我和我妈的谢意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 对 对 我 你想让我去 祕 你好 客官 你需要点什么 有酒吗 有 我们这什么酒都有 来 您看看 杨梅酒 杨梅酒 好嘞 这酒还不错 你这鼻子可真灵光 这批酒啊 是我们进的酒里最好的 杨梅新鲜 口感清烈 味道清爽 好 拿两碳 好嘞 您的酒 谢谢客官 谢谢客官 您慢走啊 费儿 妈 妈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儿 我听说 这瑞士是中立国 打仗的时候那里最安全 这朱主事呢 跟我商量 让咱们到瑞士 去避避风头 我觉得这主意很好啊 你看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都出去走走见见世面 多好啊 妈呢就不去了 梅济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梅济 等你安顿好了 妈就去哪儿找你去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呢 你现在身体也不好 我是担心你 再加上家里发生这么多事 我怎么可能抛下你和梅济 这个猪窝呢 真不知道出的是什么主意 林济 人家这不是也是为了咱们俩俩好吗 谁知道他安得什么心呢 反正我是不会离开梅济的 请请请安 坐坐坐 不去不去 生这么大气干嘛呀 不去不去啊 妈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我知道您说的传说的故事都是真的 真的有沉香 真的有牙柏 真的有玉香 而且沉香就在我这儿 可是我却找不到牙柏 我真的很着急 梅老板在大火中救出来的 是个假牙柏 而且他也一点线索都没有 没有完整的香引子 是做不出玉香的 我现在也没有对付日本人化学毒素的好办法 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 我真的是一筹莫长 日本人真的是太可恶了 好 这酒的味道不错 哎呀 香爷爷 您就帮帮我 出出主意吧 好 我知道这个酒好 您怎么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就给你 出出主意 香爷爷 你还真是个老顺头 老板 你可回来了 你赶紧给我解个弥谱 我我都想了半天了都 看了一下我的账本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问题 我都对得一清二楚 我刚才涉及跟踪我的人上宫 有个日本特务在门口盯商 什么 那怎么办 别慌 他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知道我们的身份 记得告诉其他人 最近出入一定要格外小心 好 明白 还有 咱们现在主要是有重要的伤员 需要保护 更不能掉以轻心 老板放心 我们一定注意 坚决不长小尾巴 做得不错 把包给我吧 好嘞 好好看着点 好好看着点 刚才你说 梅老板救出来的是假的 对 那就好 那就好啊 那就好啊 向爷爷 我又不明白了 你想想 这救出来的要是真的 那可了不得呀 那得有多少人惦记他呢 是啊 是啊 每家大宅的废墟很重要 切记 切记啊 为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这些人惦记 该有的 一定会有的 人人有价 见鸟归巢 一定还在该在的地方 向爷爷 我好像有一点懂啊 懂了就好啊 可是我还有一点 不太明白 梅家大宅的废墟里面 我这鼻子啊 根本就拍不上用场 那我该怎么找啊 这 酒里边 有杨梅吧 湘爷爷 您这话题 差得也太远了吧 这杨梅泡在酒里 有杨梅的味道吗 你尝尝 当然有了 杨梅虽然 在酒中浸泡 有杨梅的味道 仍然 不会失去它原有的味道 所以啊 该有的 都会有 你要 用心去感受 我明白了 湘爷爷 我明白了 湘爷爷 谢谢您 我给您满上 你看 这个和这个 千万不能抓错了 他们两个长得很像 一定要分清楚 大小姐来了 我不来 难道我去瑞士吗 瑞士安全 你倒是去啊 梅家真不是你家 哪有把自己家丢下 不管的啊 大小姐 我 我 我什么我 说话吞吞吐吐的 还竟出搜主意 朱主事 我告诉你 只要我和我妈在 梅家还姓梅 就没有你说话的份 梅家的事 轮不着你来做主 我和我妈 是不会离开乡都的 你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别多管闲事 是 我的美人 我可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让你送的东西都送到了吗 都送到了 她最近怎么样 要不 你去把她接过来 就说 我想跟她叙叙旧 老爷 老爷 我上次去的时候 看梅老板那脸色十分不好 身体还特别虚弱 我想 能不能再等等 等她完全恢复了再说呀 那好吧 把美人 以前送过来的香 再给我点上一颗 好嘞 你瘦了 你瘦了 能不瘦吗 梅家没一天让我省心的日子 你不用担心 重建梅家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算了吧 你还是少关心我们家的事吧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王大仇 你不能一见我就跟我道歉啊 道歉有用吗 道歉有用吗 我本来就够心烦的 你还给我添赌 你就不能说点高兴的事啊 我看你在王家都呆傻了 好好好 那咱们不说了 喝茶